2024选举落幕 极家欢乐 极家愁 蓝绿白三阵营 各得到上亿元的补助款 用途出炉 我的补助款都 为奸给党部 由中央来统筹规划 我也会建议中央 要不要去照顾 多到一点肉食 如何让我们年轻的 女朋友能够多关心公共事务 头照配的1.4亿元 希望要花在公益上 这样的想法 前一天赖清德也宣布 第三个三分之一是 会捐作公益 跟未来公共事务的使用 他就要说 我还是秉持以往 我过去从国内议委 市场的选举 赖萧佩1.6亿元 分成三部分 包含缴回中央党部 另外三分之一 针对创党党员生活照顾 以及年轻党员进修奖学金 其余三分之一回馈社会 至于民众党也领到1.1亿元 用途着重在维持党内运作 政党的运营 还有包括在地方的经营发展 另外包含柯文哲主席 他也有要去全台湾走访各地 搜集民意的计划 都会使用在这上面 那当然另外也会有部分 来用作是公益的用途 补助款分配 各政党资足比较 毕竟这背后可是一票票 累积的民意 继续李廷黄品汉采访报道 这次是公益汉采访报道